好,来到第二关,这场球介绍星期五十八场的德甲赛事史特加对法兰克福 这场球我选择的彩池仍然是入球大小的 我会选择2.5球入球小,2.02倍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入球小呢? 相对来说,我主要是看今季的史特加的榜尾 他踢了9场球,才只得一场胜利 而且看上去的试球数字都比较多 先说试球数字比较多,应该的 看上去的近跡,输傷了3-4球 不过对着的都是强队,例如多蒙特,武顺佳派那些 当然,今场去到主场球 即是踢主场 其实去主场来说,今季刚才说了 其实他得球数字都是少的 即是说踢了几场主场 我们来看,踢了几场主场 其实来说,一胜一和两负 他得球数字都是只有2个 另外,我们来看他的对手 即是法兰克福 今季来说,他作陷5次 可以说其实他的战绩都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的意思 两胜两负一和 而且他的整体得球数字来说 亦都是一个中规中矩 即是说平均来说,他作陷 他都能够入球 但是来说,也不算一个高水平的数字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毕竟他都是中游球队 今场球,我选择入球勢的主原因 亦都看回 法兰克福最近 已经开始出现的入球勢数字 因为去踢欧联盃 主场,我看到他赢了两个之后 都开始收起来踢 为什么呢?因为他作客回欧联盃 作客即是联赛隔两天作客 很正常,看回结果 另一方面,今场球也是作客 再隔几天也要看回欧联盃作客 其实来说,他连踢三场球作客 所以我觉得今场球 其实你说史特加的主场 他会不会拿到一定的入球呢? 这个我都不是太乐观 但是即使两方面都有入球 我觉得今场球未必是一个大手交易 况且我觉得史特加本来说 都职赢了这么久 不如先打好防守 今场球 法兰克福的战役也未必十分高 所以我会选入球大小的小 博有2.02的赔率